台军演自七七人脑骨全肩齐齐解放军,忙活半天却忘了这件大事。 台军在汉光演习中单纯依靠薄弱的地面火力封锁弹水河,却不考虑战时解放军的空中队的打击,类似的突袭行动,必然有空中支援火力先行开道。 台军各式车辆在演习中大摇大摆地停在河岸上,无疑是空中打击的火把子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一起来观赏。 在四日发生一架F-16战机撞山的惨剧后,台军五日没有选择叫停正在举行的汉光34号军演,而是继续大搞飞弹烟火秀,还首次对媒体公开歼灭炎弹水河进犯台北的解放军斩首部队。 可惜就在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视察飞弹实弹射击时,从天而降的残骸掉落引发山火,一度让飞弹基地白烟,台媒嘲讽称汉光演习又除包。 首次对外公开淡水河合防。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台湾旺报称,5日举行的淡水河合防是台军中枢防卫的关键,过去台陆军从未对外开放,今年是首次有限度公开合防守被公媒体采访。 据称,合防的反突击,反渗透能力敏感程度较高,作战成败直接影响台中枢安全,因此引起外界关注。 台湾中央社5日称,负责淡水河守备任务的第三座战区,关渡指挥部指挥官赖荣介绍将透露,淡水河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,从淡水河口至关渡大桥近8公里,到台湾政经中枢只有22公里,若未能坚守这道防线,将直接危害国家安全。 关渡大桥是我们,关渡大桥是我们死守的最后一道防线。 报道称,台军首先透过核防指挥管制中心获取敌情,由核防部队进驻阵地,完成射击前准备,对核警戒搜索。 当模拟解放军的假想敌部队搭乘气电艇从淡水河口发动骑袭时,台军动用CM22迫击炮车、CM11坦克、标枪反坦克飞弹车等形成多层火网,如下图,成功歼灭敌军。 报道还提到,这次的演练全程运用空包弹、烟幕塔等,极油爆破声、消烟味、增加仿真临场感、磨练官兵在战场实况下的临战抗压能力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台湾风传媒5日称,近年斩首与反斩首行动备受关注,其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攻击方可以利用少量兵力以齐齐、快速的方式,对敌人的领导中心进行攻击、破坏。 在整个大台北地区,有多条可能对台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路线,包括松山机场、雪山隧道、淡水河等。 在这次公开的淡水河河防演练中,如果来犯解放军未能在水上被歼灭,距离台总统府就已近在咫尺,所以从淡水河口到关渡大桥前这一段的防卫成效,直接影响到台北的安危,台军为此大下功夫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据称,2011年汉光27号演习时,台军曾出动两架AHE瓦眼镜蛇攻击直升机死守关渡大桥,一旦未能在第一时间将敌成功拦阻,就将炸桥持至敌人继续前进。 报道透露,台军核防部队还将以设置拦截网,废弃空船身,拦油锁等方式破坏河面畅通,河岸同步布设铁丝网等设施,搭配各式平射,取射武器所交支出的绵密火网,确保敌人不仅无法上岸,更在水上就被全树歼灭。 飞弹是射引虚惊 除了演练如何防备解放军斩首,当天汉光演习的另一场重头戏是拦截解放军来袭巡航飞弹。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5日还亲自前往台平东九鹏基地视察。 台湾自由时报5日称,此次九鹏基地的实弹射击是模拟解放军战机,从台湾东部海域发射空队的巡航飞弹,袭击台东部重要军事基地,台军出动天宫负一,天宫负二,鹰,爱国者等中远程飞弹演练实弹拦截试射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然而这场精心准备的飞弹烟火秀却引发一场虚惊。 在发射地5,煤天宫飞弹时,一个不明物体掉落基地内的山坡并冒出白烟,外界一度传闻是飞弹掉落,引发周边的民众惊呼。 台国防部随后表示,这是一场虚惊,原来把机发射后,加力气一计划落海,但所属的燃烧物掉落于附近山坡上,因天前雾灶,导致火苗燃烧。 后游现场待命的消防人员控制火势,无人伤亡,不影响后续射击,绝非外转爆炸事件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九鹏基地附近山坡地发生大火。 台军当住蔡英文的面出丑,让诸多岛内媒体想起2006年汉光22号演习的那一幕。 当时台陆军发射的两枚陶式反坦克飞弹失控乱飞,爆炸地点距离时任台总统陈水扁紧百米,让在场宾客与媒体记者都吓了一大跳。 除此之外,台湾军方背景的青年日报5日还披露,当天岛内多的也同步展开针对性演习。 台海军陆战队举行联合登陆及反登陆作战训练,与台海军登陆舰配合进行AAV-7两栖突击车装载训练,台空军加一基地则模拟机场跑道遭轰炸后的紧急抢修,台金门防卫指挥部则出动两栖侦察营进行敌后渗透,破坏操演。 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弱点。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